你好,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人生答案之书》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在满足低级需求,也就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会有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高级需求 现代社会大部分人的低级需求已经被满足了,转而追求满足自己的高级需求 但是人生诡决迷离,很多人在追求的路上都会迷失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人来解答困惑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人生答案之书》或许能给你一些帮助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哲学学者周国平 他1945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取得了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周国平为人所熟知的可能是妞妞这本书 但我们绝不能忽视他在哲学上的造诣 他写的《尼采与形而上学》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等专业著作 同样值得一读 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本书与周国平的过往作品都不太一样 这本书里面的所有内容都是作者与读者共创的 读者提出问题,周国平做出解答 这样一来,书中的内容更接地气 比起特意写的作品有别样的价值 人生考卷至于每个人面前 无人可以回避 人人必须写出自己的答卷 周国平说自己从来不相信所谓人生导师 更不会可笑到想要自己来充当 在人生的考场上,所有人都是学生 他只是自诩是一个比较用功的学生 那么他的答卷或许可以供我们参考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周国平写下的人生答卷吧 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人活于世困难重重 每当落寞的时候总想找个人互相依靠 可是世界之大,我们如何找到一个对的人 如何和这个对的人保持长久的亲密关系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周国平对于情感的看法 首先,感情的基础是有一个对的人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机遇,也就是运气 而从我们自身来说,有两点很重要 一是要重视和相信自己的直觉 我们和一个人接触,最开始会产生一个直觉 这最初的直觉往往是准确的 是你的性情和全部经验发出的声音 拜伦说,爱情上的第一眼就是千里眼 所以,如果你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一个人 不要错过机会,一定要大胆尝试 二是所谓对是相对的 适合你的不是某一个人 而是某一个类型的人 如果你的交往范围比较广 遇见对的人可能性就比较大 所以,交往范围广一些好 每个人都生活在空间和时间的一个点上 在空间上,我们遇到的人有限 没法把他和大量没遇到的人比较 也许那个对的人在别处 在时间上,我们无法作为旁观者纵揽自己的一生 也许那个对的人后来才出现 那应该如何判断自己的 遇到的某个人是不是对的人呢 周国平建议我们用时间,用生活去察觉 陪伴了一生到头来发现不是对的人 这种情况不合常理 因为如果很不对,早该感觉到了 如果没有感觉到不对,而陪伴了一生 可以说基本上是对的人了 所谓对不是完美 人生总是有缺憾的 现实的婚姻也是如此 不能用理想中的完美来评判和否定现实 对于很多已经有另一半的人来说 或许会更关心如何经营好一段爱情 因为这是世间上最为知意行难的事 那到底是什么爱情 真爱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呢 周国平觉得真正的爱情应该包含一种给予的激情 或者说奉献的激情 听起来好像是道德说教 但我们仔细想想 如果真爱上了一个人的话 你就会遏制不住自己想为他做些什么 想让他快乐 这种强烈的愿望往往是不求回报的 爱在本质上是一种奉献的激情 不是出于观念 不是出于伦理道德 不是出于责任 完全是出于感情 如果一个人说爱你 但是光想着战友 想让你单方面付出 相反 他自己没有任何给予的动作 那恐怕这口口声声的爱只能算是情欲 谈不上是真正的爱情 世上有一种人他是永远不会给予的 那是自私的人 他跟谁都这样 并不是说不爱你 即使特别爱一个人 他仍然是这样无动于众 他属于那种不关心别人的人 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遇到了这样的人 如果你觉得能够接受 也未尝不可 可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承受可能充满苦楚的结果 人间万事不完美 爱情也是如此 把理想的爱情设想为完美 就是一种空想 所以 现实中可以找到的 令人满意的爱情 应该是什么样的 两个人般配就算令人满意 所谓般配 无非是三观一致 趣味投合 性格协调之类 但这主要是一种 内心感受 不能作为量化的条件 去衡量出一个结果 如果这样的爱情 也找不到怎么办呢 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等待 二是妥协 人生是需要妥协的 说到底 所谓般配不般配 也是相对的 听到这里 你肯定对于爱情 有一个基础的概念了 或者对于一个 哲学研究者眼中的爱情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但爱情并不足以 撑过慢慢岁月 我们还需要幸福 幸福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甚至是很多人 终其一生探索的问题 有时候 我们往往会把 幸福想得太片面了 认为幸福就等于 一生顺遂 从无阻碍 理性想想 哪有这样 一路相伤的人生呢 即使是富甲一方 全是滔天的人 也做不到 所以 想获得幸福 我们就要先深入了解 到底什么是幸福 抛开哲学领域的 专业术语 总结起来 周国平在书中的观点认为 幸福就是让人身上 最宝贵的东西 有一个好的状态 人最宝贵的东西 有两个 一是生命 二是精神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幸福就在于 生命的单纯 和精神的优秀 生命的单纯 让你享受到 人生那些平凡的幸福 比如健康和平安 以及不掺杂志的爱情 亲情和友情 精神的优秀 让你享受到 人生那些高层次的幸福 比如阅读 创造和事业 前面我们提到 幸福不等于 一生顺遂 从无阻碍 这是因为 一个人真正幸福 并不是说运气多么好 能得到多少好东西 真正重要的是 对人生的体验要丰富 其中必定包括 对不幸和苦难的体验 而且能够以正确的心态 去面对它们 说到底 人生的外部遭遇 都会随风飘去 这些都是 形成内在体验的素材 真正的收获是 内在体验 周国平从北京大学毕业后 到农场劳动 一年半后 被分配到了 广西的一个小县城工作 作为旁观者的我们看来 那段时间是磨难 但对于周国平来说 却是成长 所以 当你的内在足够强大 幸福就成了一种心态 心态好的人 遇到了不幸 杀伤力会小得多 实际上是减少了 不幸对于幸福的损伤 这样说来 幸福是一种心态 只关乎自我的感受 可是为什么大部分人 会在乎别人的看法 和别人去攀比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不自信 之所以不自信 是因为对自己缺乏认识 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 最适合自己 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第二是不会独立思考 在价值观的问题上 没有确立自己的标准 所以就随大流 去和别人攀比 很多人又会说 我不是攀比 只是我认为 我的幸福 和别人认为的幸福 不一样 如果自身对于 幸福的认知 与社会产生了这种偏差 是否就代表有问题呢 答案是否定的 这只能说明 你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如果你真正感到满足 就没有必要 去管别人是怎么看的了 如果你过多地 去关注别人的看法 这说明你不自信 你对幸福的认识 还不坚定 发生了动摇 一方面 你可能觉得 别人的看法 似乎有道理 而你的看法 确实存在问题 那就要思考 其中到底是 哪方存在偏颇 如果发现是 你对幸福的要求 存在偏差 就要修正想法 另一方面 你可能仍然 坚持自己是对的 但由于性格 比较软弱 不愿意对别人的 不同看法 提出意义 影响到人际关系 这种情况下 就不要太在乎了 坚持走自己的路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慢慢变得强大 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对幸福 也有了一个 初步的设想 其实对于我们 普通人来说 幸福的人生 其实并不难 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安居乐业 安居 有和睦的家庭 乐业 有称心的职业 早上高高兴兴 去上班 因为知道等着自己的 是八小时 愉快胜任的工作 也许有困难和挑战 然而是自己 乐意应对的 傍晚欢欢喜喜回家 因为知道 等着自己的 是和家的欢聚 餐桌上的欢声笑语 也许有小小的争吵 然而是自己 愿意谅解的 这的确很平凡 但这平凡的幸福 却是人生 最珍贵的幸福 好 关于幸福的讨论 我们就告一段落 希望此刻 正在听书的你 能一直幸福 前面我提到 精神的优秀 让我们享受到 人生那些高层次的幸福 比如阅读 所以最后一部分 我们再和周国平老师 一起谈谈阅读 这一节开始之前 还是请你思考一个问题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阅读的意义是什么呢 或者说 当我们翻开一本书的时候 我们在书中寻找的是什么 在周国平看来 一个是寻找自己 一个是寻找朋友 而朋友 有两个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你自己 一个是好书 古希腊哲学家 芝诺特别强调 你自己是你最好的朋友 有一个强大的自我 一个充实的自我 一个比你的身体 更高的自我 那个自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不要被你身体的遭遇 拖着跑 而是要保持一个距离 方便你观察它 分析它 怎样培养这个 更高的自我呢 一个好办法是写日记 写日记的过程 是一个反思的过程 是和你的身体 自我拉开距离的过程 同时也是更高的自我 逐渐缺利的过程 第二个不能缺的朋友 就是好书 更准确地说 是活在好书里的 伟大灵魂 凡是能够帮助你 精神成长的书籍 都是你在人生道路上的 好朋友 但是现在的书 实在太多了 很多人不知道 该读什么书 只好在网上 根据别人的推荐购买 买到手又难以瞎咽 人们总说 读书要读经典好书 可什么是经典好书 这个很难判断 但我们可以用时间 作为标准 一代又一代 会读书的人 都说这本书好 像滚雪球一样 一代又一代 所产生的评价和影响 都集中在这本书上 它就成了经典 所以判断经典的标准 是一定程度上的公认 但这也是相对的 因为可能不存在 任何一本书 一个书单 是没有意义的 认准经典著作 他们经受了时间的检验 比较可靠 也许这是选书上 偷懒的办法 有人会质疑 一些经典图书 已经和现实脱节了 不能适用于 现代竞争激烈的社会 为什么还要花时间 精力去读它 让人更好的 在社会生存这一点 并不是读经典的 功用和意义 如果你看书 纯粹是出于 实用主义的目的 那你当然不必去读它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你的人生 有着什么样的目标 人生在世 最起码的目标是 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创造比较好的物质生活 但是人不满足于这个目标 他们还会追求 另外一个更高的目标 就是拥有高质量的精神生活 如果是出于这个目标 那你更应该去读经典 书中某些理论 观点已经过时 被新的理论观点取代 这种情况当然是存在的 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 更是普遍 但是哲学 宗教 人文学科 这些不直接解决现实问题的 而是解决精神方面问题的经典 永远不会过时 此外同一个问题 不同的作家之间 有观点的碰撞是正常的 不必一定要接受他们的观点 重要的是他们思考的问题 读经典的主要作用 是促使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 在经典之中选择读哪些 判断的重要依据是自己的喜好 有的书的经典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比如作为西方文学源头的 河马史诗 只要是研究文学史的专家 必定绕不开这本书 可是大多数普通读者很难读进去 大可以不必硬读 总之 阅读需要选择被公认为经典 并且符合个人兴趣的书来读 在经典的基础上 我们还需要有能力去判断一本书的好坏 但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每个人判定好书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好书的界定要在读了以后 能够让自己感到精神上的愉悦 或者得到精神上的提高 这样的书就是好书 要注意的是 判断书的好坏 不能光看读者的多少 读者多的书可能是人心所向 也可能是炒作效应 读者少的书可能是取高喝寡 也可能是实在太差 关键是看书的质量 质量最后回归的还是时间的判断 书能不能经过时间的洗礼流传下去 选择经典的意思 不是指畅销书里没有好书 只是想强调 读什么书都要有自己的选择 不要被时尚拖着走 大家都在读 你就跟着去读 作为作家的周国平 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畅销 但比起做过多的包装和宣传 他更希望让作品 能够自然地走到读者面前 因为炒作对读者而言是不公平的 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 本来不想买的读者却买了 买了以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 作家应该追求的不是畅销 而是长销 这才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健康的关系 作为一个作家 也作为一位读者 周国平不仅仅在书中 为大家解答阅读的相关问题 还给出了阅读的建议 比如他认为的基本基本的经典 德国哲学家亚斯贝尔斯曾提出一个观点 世界上有四个最伟大的精神导师 其中三个都诞生在公元前五世纪 他们是孔子 苏格拉底 释迦牟尼 另一个比他们晚五百年 他是耶稣 人类两千多年的精神文化 这四个人是源头 有意思的是 被认为是精神导师的死人 都没有文字流传于世 只有他们的学生或信徒 对他们的言论做了整理 周伯平觉得这些整理好的文字 合集是一定要读的 包括孔子的论语 柏拉图写的直接反映 苏格拉底思想的几篇对话 审判 非多 克里同 一些基本的佛经 比如金刚经 心经 佛仪教经 以及圣经新约中耶稣的言论 读书不要给自己画界限 这本书是宗教书 那本书是哲学书 第三本书是文学书 不要有这个界限 好书里面都有智慧 真正爱读书的人都知道 读什么书必须自己来选择 真正爱读书了以后 一定会有你自己的书单 别人的书单对你是不起作用的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 最重要的还是你要爱读书 按照别人开的书单读书的人 一定是不爱读书的人 只是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一定要读好书 至于什么样的书对你更合适 这是因人而异的 但是有了非好书不读 这样一个标准以后 你迟早会找到适合你的书 共同的是要有高标准 读精神含量 知识含量高的书 不要读平庸的书 如果读不尽好书 只读平庸的书 就是你这个人太平庸了 我们不要做平庸的人 起点高才走得远 好 人生答案之书的精华内容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了 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讲了爱情 真正的爱情应该包含一种给予的激情 或者说奉献的激情 爱的本质上是一种奉献的激情 这种奉献不是出于观念 不是出于伦理道德 不是出于责任 完全是出于感情 其次我们讲了幸福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安居乐业 安居就是有和睦的家庭 乐业就是有称心的职业 最后我们回到精神世界 讲了阅读 阅读的根本是要有高标准 读精神含量 知识含量高的书 不要读平庸的书 所以读经典 读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是 简单 省力的选择 读得多了 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自己的读书标准 选书就会容易很多 当然这些观点只是周国平老师 站在古习之年 回望过去的一些人生经验 我们可以借鉴 可以学习 可以讨论 但每个人的人生 终归只属于自己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 也不尽相同 我们只要有自己的方法 有一份稳定的亲密关系 有一段长久的幸福生活 有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 所以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